124 江西日報 關於公民旁聽江西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的公告 2015年7月18日耀文寧已研究決定 江西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安排公民旁聽 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1. 會議時間 2015年7月28日至30日上午 會期兩天半 2. 會議地點 省人大常委會 南昌市北京西路三十九號 3. 會議建議議程 審議江西省旅遊條例 修訂草案修改稿 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提請審議江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 修訂草案的議案 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提請審議江西省公路條例 草案的議案 審議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關於提請審議江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重新確定南昌市東湖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的決定 草案 的議案 聽取和審議省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代表資格審查的報告 聽取和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2015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 聽取和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2014年省級決算和2015年上半年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 審查批准2014年省級決算 聽取和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2014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 聽取和審議省人民政府關於我省對外交往及有成功作情況的報告 審議人士任免議案 其他 四 凡本省行政區域外年滿18週歲享有政治權利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中國公民 都可以提出旁聽本次省人大常委會會議的申請 五 申請旁聽的方式以當面申請為主 申請人持本人身份證原件和福印件 所在單位介紹信和工作證 無工作單位的公民應當持居住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政府介紹信 以及兩張一串近期免貫照片 於2015年7月21日至22日的工作時間到省人大常委會機關辦公樓一樓總值班室 電話 0791-8885-0020辦理手續 申請人也可以通過寄信或傳真的方式提出申請 寄信者應當將本人身份證和工作證覆印件 單位介紹信或街道辦事處 鄉、鎮、政府介紹信以及兩張一串近期免貫照片 簡易並寄出 郵編 330-046 地址 南昌市北京西路39號 單位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會議處 全真申請需要的材料為本人身份證、工作證 單位介紹信或街道辦事處 鄉、鎮、政府介紹信等的福印件 全真 0791-8885-0799 介紹信均應標明聯繫人和電話 6 報名申請結束後 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根據會議 建議議程等情況確定旁聽人員 並通知獲准旁聽的申請人 全真申請獲准旁聽的 須於7月28日會前向省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一樓總值班室 提交兩張一串近期免貫照片 7 旁聽會議所需交通、食宿等費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2015年7月17日 通知名所市長 2021年7月18日 各種小朋友尋名的十五年 您知道忍者會議有幾年